后燕大军在慕容锤的领导下 武乔泽一役战胜了东晋的北斧兵 打了胜仗之后慕容锤可没有直接乘胜南下 而是选择调准矛头攻打叶城 慕容锤觉得失去了东晋这个靠山 叶城的扶劈肯定撑不了几天了 但是叶城周边已经打了一年多 早就破败不堪 别说人没得吃 就连蚂蚁都快饿死了 这地方根本就没办法给后燕提供所需要的军粮 不久之前慕容锤发布了一道军令 从这军令就能看出来 此时的慕容锤有多窘困 慕容锤要求百姓不得养桑残 桑残是可以作为自己军粮的 所以这后燕已经落到了跟虫子争食的地步 经过再三考虑 叶城周边没得吃 也打不了仗 所以慕容锤决定率军北上 占领中山 中山就是今天的河北定州 中山这个地方离丁陵人宅珍的根据地不远 此时的宅珍已经被后燕的军队打败了多次 实力是大受损伤 现在宅珍得知后燕的主力来了 还是慕容锤亲自领兵 这宅珍吓得是真魂出窍 根本不敢应战 慌忙就把大本营给放弃了 转移到了河北刑堂 宅珍这个当头的 接连不断的打败仗 肯定得不到下属的拥护 宅珍手下的司马先于起 觉得跟宅珍这种饭统混 实在是没前途 于是发动叛乱 杀死了宅珍自立为王 没过几天 先于起又被忠于宅珍的人给干掉了 另立了宅珍的堂弟宅城为主 这么一折腾啊 相当于是乌漏偏逢连夜雨 体弱又被重病魔 叮铃人的势力就更加衰微了 不久 这些叮铃人就被后燕军 团团包围在了刑堂 没过几天 当头的宅城就被部下杀了 其余人都投降了慕容锤 也许慕容锤这次学乖了 吸取了上次的经验教训 上次慕容锤好心赦免了叮铃人 结果这些人非但没报恩还造反了 这次慕容锤学乖了 一不做二不休死人最老实 所以下令把这些叮铃人全部活埋 就在围困宅城的同时 慕容锤还派人收复了幽州 同时还收复了慕容部的龙兴之地 龙城 龙城就是今天的辽宁朝阳 幽州和龙城 这些地方啊原本是属于前秦的 幽州刺史王勇和平州刺史福冲管辖的地盘 之前 王勇和福冲率军南下攻打后宴 但是屡战屡败根本是无法立足 所以被迫向西撤到了湖关 就是今天的山西湖关 所以幽州 平州这些地盘就轻轻松松落到了后宴的手中 公元385年8月底 慕容锤又收了一个大礼包 就跟他之前预料的一样 在夜城咬碎钢牙坚守的扶劈 终于坚守不住了 顽强的扶劈虽然还想接着撑下去 但城内城外饿瓢遍野 毕竟意志不能当饭吃 最终扶劈还是求生欲战上了求胜欲 不得不放弃夜城 扶劈先到了王勇等人所在的湖关 接着又被王腾和张豪接到了晋阳 晋阳就是今天的山西太原 这时候扶劈才知道长安失守 扶坚被杀了 随后王勇等人就拥立扶劈在晋阳继位 顺便说一句 王勇是何许人也 王勇就是丞相王猛的儿子 扶劈登基之后 没有再用扶坚用过的天王这个称号 而是改称皇帝 同时也给他老爹升个级 扶坚被追视为昭宣皇帝 庙号士族 扶劈称帝之后 前秦的各地残余势力 比如左将军邓冲 秦州刺史王统 河州刺史毛星等等等等 都派出了使节向扶劈表示效忠 不过扶劈念念不忘的还是要打回自己的关中老家 所以扶劈让王勇传习文到各州 号召大家共同讨伐姚长慕容锤这一杆叛贼 兴富前勤 可惜啊 这各地对于扶劈的忠诚度非常之差 大家只是敷衍一下走个过场 扶劈的习文也没人响应 不仅如此 扶劈自己这个晋阳政权的内部也是矛盾重重 扶劈一直以来就对拥兵自重的大将王腾和张豪不信任 而前不久又从关中过来一个之前的前秦上书令扶转 扶转的到来让扶劈是更加的心里没底 无奈之下 扶劈只好自己心里安慰自己 想着赶骡子一定得文辟 当皇上就得受得了气 用这种方式给自己打气 即便是如此憋屈的日子 对扶劈来说也没撑几天 公元386年的9月 扶劈迎来了一个劲敌 东归的西燕大军 此时的西燕首领可不是当时那个小鲜肉慕容冲了 而是慕容冲的远房堂叔慕容勇 自从公元385年7月 田秦太子福洪放弃了长安 长安就落到了西燕军的手中 慕容冲放纵自己手下的士兵大肆劫略 城中是火光不绝死者无数 财宝抢的差不多了 这西燕军开始思乡了 什么意思呢 这军队之中大多是鲜卑人 这些人渴望早日回到自己在关东的老家 但慕容冲可不想回去 准确的讲是慕容冲不敢回去 因为慕容冲心里太清楚了 自己在打仗和用兵上 跟他这个叔叔慕容锤根本没法比 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所以慕容冲就让人在长安大建宫廷 看这样子慕容冲打算在关中长期落户了 手下士兵对于慕容冲这种行为是怨声载道 在那种乱世 军心不稳就意味着当头的小命不保 公元386年2月 西燕发生了军事政变 慕容冲被杀 随后乱兵立了大将断隋为主 但是好端端的慕容氏天下 怎么能让一个外星人做主呢 所以没过多久 蒲燕慕容还和尚书慕容勇 两个人合谋就杀了断隋 立了前燕的宗室子弟慕容乙为燕王 随后慕容还和慕容勇就带着鲜卑数十万老百姓 男女老幼离开了长安 半路上这支鲜卑还星团还多次发生内讧 咱们长话短说 一轮又一轮的清洗之后 慕容勇成了最好的胜利者 慕容勇带着布众继续东进 走到了闻喜 就是今天山西闻喜 慕容勇就停住了 因为再往前就是伏批的控制区 现在慕容勇也过不去 随后他就在闻喜驻城 驻军于此 十年六月 慕容勇自封大都督中外诸军士 大将军大臣于河东王 同时向后宴成臣 同年十月 慕容勇派使节向伏批请求戒道东归 当然这是个借口 慕容勇是没有胆量跟慕容锤争夺河北的 慕容勇看中的其实是伏批手上这个地盘 对于慕容勇的这个要求 伏批是勃然大怒 对于伏批来讲 西燕是不供戴天的仇人 夺了我的长安 逼走我爹福坚 我对你们这些人是恨之入骨 所以伏批不但是不让路 还想把这些鲜卑人都送上黄泉路 伏批亲率四万大军 从今天的山西临坟出发 征讨慕容勇 两军在今天的山西湘坟大战一场 结果是前秦军大半 左丞相王勇和大将巨石子等人都战死了 经此一战伏批手下就只剩下几千人了 由于害怕那个留守晋阳 手握重兵的大司马福佐安 会杀了自己夺位 所以伏批就没敢回晋阳 而是突发奇想率领着残步南下 伏批想着此时偷袭东晋 占领洛阳 可惜现实毕竟不是奇幻小说 通常情况下这种奇思妙想啊 相当于是痴心妄想 伏批还没等走到洛阳 就遭到了东晋将领逢该的劫机 勇气可嘉 智商可怜 屡战屡败的愣小伙伏批 这次遭遇了生命中的最后一次失败 全军覆没 自己也在阵前被杀 而慕容勇在战胜了伏批之后 继续挥师北上 逼近晋阳 那个让伏批感到害怕的前秦大司马 辅转 这时候自己开始非常害怕了 居然不战而逃 跟他弟弟伏师奴一起率领着几万人 弃城逃到了今天的陕西皇陵 前秦几百位王公大臣 以及后妃就这样都落到了慕容勇的手里 至此 西安的慕容勇夺了原先伏批控制的病州 从此以后在太行山以西站稳了脚跟 慕容勇此时是实力大增 自然胃口也就大起来了 几天之后 慕容勇正式称帝 定督于长子 就是今天的山西长子 慕容勇看中了伏批的皇后杨氏 所以把杨氏纳入后宫 没想到这杨氏居然是个猎女 偷偷藏了宝剑 想要刺杀慕容勇 可惜杨氏毕竟是个弱女子 不是慕容勇的对手 最终杨氏还是死在了慕容勇的刀下 西燕东归 这最大的受益者自然是姚长的后秦 所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现如今西燕这螳螂和前秦这只蝉都不在了 后秦这只黄雀自然要跳出来 接受胜利果实了 下一次咱们就讲一讲 后秦占领长安之后的发展 如果您喜欢我的故事 欢迎点击订阅留言 咱们下次接着聊